当地时间8月24日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引发越来越多国家民众对海洋环境和水产品的忧虑 综合路透社韩联社报道 上述背景下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 韩总统尹熹悦28日中午享用了一顿海鲜午餐 目的是缓解民众对本土海产品的担忧 路透社称 在韩国虽然政府表示没有发现相关科学或技术问题 但韩国公众对海产品和海洋污染的担忧度依然很高 报道继续称 为此 尹熹悦和韩国国务总理韩德珠 在18日每周例行会谈期间共进了海鲜午餐 韩总统市的员工食堂也为职员提供了生鱼片 总统办公室决定从周一开始的一周内 每天在食堂午餐菜单上提供韩国海鲜 希望国民可以放心地食用我们安全的海鲜产品 韩总统市在一份声明中称 另据韩联社28日报道 尹熹悦和韩德珠二人当天举行的是一场海鲜例会 尹熹悦还在会面中谈及稳控物价等事宜 韩联社具体称 韩总统市员工食堂当天以与平时相同的价格 供应了比目鱼 石斑鱼刺身 以及烤青鱼等海鲜餐食 旨在强调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后 国内水产品的安全性 鼓励水产消费 政务首秘李珍福 市民社会首秘江生归 公报首秘金恩惠 社会首秘安祥薰等人士前往就餐 据韩国中央日报28日稍早前报道 韩国总统府表示 从28日开始将在政府大楼内部食堂午餐中 提供韩国水产品为期一周 旨在让国民能够放心消费安全的韩国水产品 但在同日 韩联社报道称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 在当天最高委员会会议上批评总统府作秀 另外韩总统府要求办公室内部食堂的午餐菜单上 提供韩国水产品仪式 在韩国媒体报道后 引发韩国网友的吐槽 有人说又开始作秀了 这种把戏到底要耍到什么时候